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雪舟八升的神庙最近似乎风波不断 就说前天有个鸡童因为嘴对嘴的治疗方式 在网上引起网民的不满大肆批评 今天轮到另外一间神庙的庙方 为了神像和鸡童打架 结果还闹上了警察局 还找政治人物的服务中心求助 只能说一望下去是龙蛇混杂 乌烟瘴气乱作一团 那庙方跟鸡童以及鸡童的家人为了神像而打架 也不知道去报案的时候那个报案书要怎么写 在警察局执勤的警员也不知道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尤其是你报案的时候你要写哪吒 黑白无常这类的词汇 你要怎么翻译呢 听了真的是叫人哭笑不得呀 那根据报道事情发生在雪州巴生班达马兰 一位女鸡童林树凤与她的家人 今天到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的服务中心寻求协助 并且在投诉局主任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要求讨回公道 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首先女鸡童和她的家人 本来就是那间神庙的信徒 后来鸡童就声称她接收到神庙内 哪吒向她传达信息 要求她当哪吒的鸡童 所以必须要将神庙内的哪吒向请回家供奉 那就是因为这件事就引起了庙方理事的不满 成了导火线 后来才演变到动手打人的地步 那既然要取走那个哪吒向 那庙方就要求你购买一个新的 或者请一个新的哪吒向来替换 可是女鸡童请了之后 庙方的理事根据有关的家人说是三番四次的拒绝 更换设计了什么的 最后一次是在6月21号 庙方交出了哪吒向 却不给那个底座 那女鸡童也不知道是不是突然那个时候 接收到信息或者突然被附体 顿时就跳上神台 要取走那个底座 结果就被两旁的理事给拉了下来 按在地上 然后就拳打脚踢伺候 那这些都是女鸡童的妹妹林秋香 告诉媒体的一个超级混乱的情况 那她说当时候他们一家人 包括母亲和弟弟想要劝架 却都被庙方的人按倒在地 那年半的母亲在混乱中被推倒 撞到铁门 头部受伤流血 那家中排行第三的姐姐林树珍在事发时 看到双胞胎妹妹被按在地上 拳打脚踢 想要前往劝架 却被人掐着颈项 还用手肘撞击胸前 导致肋骨断裂 在肋骨断裂之后 她感到晕眩 感到想呕吐 最初在政府医院接受治疗 后来转到私人医院 再次确认 确实是肋骨断了 需要动手术 而根据《中国报》的形容 林树珍在他们家人当中 她是伤势最严重的那一个 当时候她是被大汉掐着脖子 是掐到缺氧晕倒过去 幸好送院之后救回一命 但肋骨被打断了 而且脚肿得无法走路 住院治疗之后 失眠了整个医院 需要看心理医生 是留下了心理阴影和心理创伤 那班达马兰州议员服务中心的 投诉局主任吴国民认为 事件的导火线是神庙理事 对幻神像事件感到不满 然而那是神庙内的 大二爷伯和哪吒之间的安排 理事和基同没有必要起争执 总之出手伤人就是不对 所以庙方滋事者 必须要给受害者全家一个公道 那针对一家五口被群殴这件事 巴生南区警区主任谢洪芳 助理总监不愿透露更多 只是告诉媒体 警方将针对这起事件召开记者会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